所以我也用像供养众生 我用灯供养佛陀 所以我用灯也去布施一个地狱道 这样而已 我用食物供养佛陀 所以我也用食物供养人 供养动物 供养鸟 供养鱼 连这些无形的众生也去供养他 这个就是修行 那每个人都不希望别人骂他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看到你 哈喽 对你很好 所以我们对待众生要用这种热忱的心态 所以去帮助对方 当然更重要是 佛教也是一种心灵科学 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不圆满的心态 变成圆满的方法 因为每一个众生有不一样的心态烦恼 有些贪心 有些傲慢 有些嫉妒 有些冷酷 有些散乱 那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它是一个不好的心态 都叫烦恼 所以念诸有108课叫108烦恼 甚至衍生叫8万4千烦恼 所以各种的法门 都是为了对峙这个烦恼而存在 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说 我学佛10年了 对方学佛10年还有烦恼 很奇怪 还会生气 还会酷酷的 怎么都没热忱的样子 今天一个空服员 拿个东西脸都不笑的 都不跟你哈啰 你要坐错飞机了 因为本来他对我们就是要热心的打招呼 问你要不要吃什么 对不对 跟你讲话还要蹲下来 免得站得比你高 各位这个就是要学 佛法是一种服务 让别人让众生快乐的方法 这个叫慈 慈心 这个先念习 因为很少人去修慈心 大部分都讲悲心 悲心 悲心 等对方痛苦的快死了 才要去找他 佛教里面讲悲心之前 先讲慈心 就是你要主动的 热忱的 让别人快乐 所以我们喂食物给流浪狗吃 我们给海鸥吃 给水里面的鱼吃 给地上的蚂蚁吃 你会觉得 哎呀 他快乐你更快乐 所以佛教的方法很简单 你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过去给别人痛苦 给世界痛苦 所以你现在痛苦 这很简单 这没有别的理由 你用嘴巴骂人 那以后你这个嘴巴就会很痛苦 经常牙痛 嘴巴痛 喉咙痛 再久了以后变成肺痛 骂人会造成肺病 再来就心脏痛 因为你用嘴巴骂人 所以你有眼睛瞪人 怪不得你眼睛痛 然后你的眼睛 一个流眼泪 一个不流眼泪 很奇怪 这个叫分别见 眼睛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所以都是如此 就像女孩子得乳癌 为什么会得乳腺癌 就是抱怨 每天念老公 念老公右边痛 念儿子左边痛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心态 因为一种情绪的压抑 抱怨念 所以你就痛 所以变成这个问题 然后骂出来 那就心脏痛 腰不好的人 为什么 压力太大 又要做 然后又要抱怨 腰就痛 所以我想各位 你就改变你的心态 早上又说到 傲慢 乞丐痛 所以贪心的人 贪吃 贪睡觉 贪漂亮 那就是水的病 肾脏病 淋巴腺病 糖尿病 特别糖尿病 就是贪太多了 连糖都不让你吃了 伤膏 这些问题 这个都是水的病 贪代表水 撑代表火 会生气 所以鱼翅斜见 就会伤到 你这个人想太多 然后想得跟人家不一样 烦闹多 那就头痛 事情给你消化不了 放在心里 那就胃痛 所以我想各位 从这个身体 你对不起他 他也会让你痛苦 这样 所以修行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深口意 讲话的方法 为什么唱歌好听 因为从不骂人 所以为什么你讲话 人家很喜欢听 因为从不批评别人 所以你的语言模式 会造成你的 别人对你讲话的 这种 好好坏坏 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我一个人为什么身材很好 因为他用他的身体 去照顾老人家 用他的身体去做医工 用他的身体去绕佛像 去拜佛 所以他身材别人羡慕 就是这样 一个人钱为什么很多 不是努力赚钱 是努力布施 像比尔盖茨 人家还要赚吗 为什么同样付出 同样的劳力 他赚那么多 因为比尔盖茨 过去时就是一个 很喜欢布施的 吃树的佛教徒 这样而已 所以这辈子 他喜欢布施 所以他有钱 而且布施不见得说 布施很多钱 布施在最需要的时间 而且你没钱 你还肯布施 那个是力量最大的 有钱布施不算什么 就是说自己明明没钱 还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贵给别人 所以你的福报就特别大 所以各位当然可以把 你自己珍贵的东西 去做最需要的 去帮助他 当然人最珍贵的是钱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报纸 有些人把他一辈子的积蓄 百分之九十 来盖一个癌症医院 来帮助这些 对癌症 这个太伟大了 百分之九十 不是百分之十 所以经常 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内心 一定要这样 来 随喜功德 随喜 随喜是在训练你的心 一直赞叹对方的好事 而且不会批评 不会嫉妒 希望对方的好事 各个成就 叫随喜功德 所以凡事都 以这样来看 让自己的内心 只有正面的 没有负面的 如果你要抱怨 抱怨不完 因为这个世界 十个人就有十种缺点 十种烦恼 家家都有一部金刚经 念不完的 所以好像那部经 都很难念 所以我想各位 那佛为什么成佛 因为他看到的是众生的优点 你扛我杀我 你还是可以称佛的 他不放心 那凡夫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对方有百分之九十的优点 但是他受不了他百分之十的缺点 所以造成自己 伤害到自己 或者抱怨的情绪 或者埋怨 甚至骂人 结果就会伤害到自己 佛法没那么困难 现在很多翻译非常好 很多法师也讲解得非常清楚 但是重点是 能不能用在你的生命里面 用在你心上 而且各位要把佛法当作戒律 比如说各位听我这样说 不能起烦恼 那就是你的戒律 你要控制好 那烦恼来怎么办 赶快自己离开 去拜拜佛求佛加持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跟对方讲话了 我已经翻脸了 我已经脸色很难看了 但是世间人不一样 我就是要弄一个难看的脸色给你看 来抗议 各位你会很吃亏 以后你会好几辈子脸长得很难看 不能怪别人 那学佛人是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心情不好 当然我心情不好 我去看看佛像 那就没事了 因为佛会加持我 所以不可能我们现在完全心情都是平静的 好的 那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在这么多境界里面 让你去了解自己的问题 让你去超越自己 突破自己 让我们去了解 原来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间 我还会生气 我还会抱怨 原来我有这个缺点 这有什么好处 就像我偶尔会病痛 有什么好处对我 惭愧心 不会骄傲 原来我随时都会生病的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这个不要太骄傲 这样 这叫比丘总代三分病 这样意思 因为这个世间不圆满 本来就如此 所以越有惭愧心 然后就越精进 所以每一次的痛苦 每一次的烦恼 让我们更精进而已 所以那你要奋斗了很久 终于把烦恼完全断除掉 而不是一辈子 而不是一年 这样 所以各位当你烦恼来 你不要一直压 一直谴责自己 你只能说 好好好 我下回一定会好 这样就好了 这回过去了 放下 下回 下回会更好 下回又下回 没问题了 但是你不要 把这个烦恼变成你的病 或是把这个烦恼 让别人更烦恼 那就会产生了心理的问题 心理有问题 身体就有问题 运气就不好 轮回就会更苦 特别是称恨心 有一种邪恶的称恨心 想要去设计别人 那就会直接下地狱 那个下地狱 那个痛苦 你现在想一想 191年 最低的 你恨一个人 恨搞不好恨三天 但是留下来是191年 不间断的痛苦 那是最低的地狱 18地狱 你各乘于四倍 那没办法比 你这样一想 你下回了 开什么玩笑 你把我斩成肉酱 我也不恨 因为下地狱 帮不了众生 自己太痛苦了 所以我整理这个都很简单 但是我希望各位把它当作戒律 生命的戒律 心灵的戒律 菩萨的戒律 这样去做 永远不抱怨别人 永远向内检讨自己 事实上对方的不好 是你的心态 造着业把它招赶来了 什么人生什么儿子 什么人嫁什么老公 然后你都怪对方不怪自己 那就错了 佛教里面是 对方的痛苦是我的问题 我改变了对方就好了 记住哦 原来是你让对方生气的 你干嘛一直生气 对方说你不在我就不会生气了 最简单的答案 你是我生气的助言 所以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 那我原来人可以影响世界 我可以影响他生气 可以影响他快乐 所以内心里面就告诉自己 我要把恨这个东西断除掉 那就没有人会恨我 我不要造成别人恨我 但是抱怨也是一种恨 那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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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进步 没关系 接受他 可以进步 这样就好了 今天你真的生病了 然后没办法上班了 那也不要抱怨好吧 我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念佛 看看经典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这样病就很容易好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那个怎么办 然后没钱算 本来三天的病变一个月 这样就要躺一个月 因为你的心态 没有接受 学佛不是叫我们不要 有因果 因果是100% 因果来你也要接受 对不对 好的不好的 接受它 但是不执着它 让你很有福报 你也不要执着 要习福 让你很痛苦 钱都亏掉了 接受吧 不要怨天尤人 天神好好的 你连他都要抱怨 所以我们不但不抱怨天 每天做的功德 供养诸天 就是这样的 护法善神 所以各位这一条 先记住 也就是说 一个学佛的人 他走到哪里 都讲正面的 各位荷兰好不好 好 大陆好不好 你不能说那边不好 所以我来这边 你还有一个分别 讲这不行 两边都好 各有优点 对不对 要这样去看 所以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都有他的因缘吧 所以 但是所谓执着就是 我认为这个才对 那个不对 那就完蛋了 那佛教也 我们随顺因缘 这个因缘就是因果 百分之一百的 他有快乐 有痛苦 有变化 那你要 你要接受 因为这个都是 我们心造成的 所以你一抱怨 那就火上加火 痛会更痛 肩痛 腰痛 因为你 你又要做 然后又不甘愿 就是又要结婚 又要抱怨 既然要结婚 就接受对方一切 那就OK了 所以我结过婚 然后以前我太太 经常抱怨我 然后人会生气 我都会问她 你是结果要决定怎么样 如果要离婚 那就OK了